好 另外来看到日本自民党青年局局长黎木贵子 继上一次在520就职前夕前访问台湾 最近又第二度的率领大规模的访问团抵达台湾了 他们将实际走访花莲关心灾后重建状况 并且也要协助振兴观光 对此总统赖清德在今天接见访问团时表示 日本关心台湾震灾我们既感动又感谢 也体现了台日之间患难见证情 总统赖清德与日本自民党青年局局长 终议员黎木贵子友好寒暄 已经是今年的第二度会面 日本自民党青年局在访台就各项重要议题深度交换一件 我从担任国会议员的时候开始 跟自民党有缘分进行各项交流 我每一次看到自民党的青年局 就像看到欣欣向荣的日本 我内心非常高兴 岸田文雄首相不止一次公开在各种国际的场合 强调台海的和平稳定 是全球和平跟繁荣的必要元素 这些话对台湾的社会民情来讲 产生很大的作用 青年局是日本自民党对台交流的重要窗口 上次在520就职前夕来访别具意义 而这回的访团规模相当庞大 由林木贵子率8位股会议员及青年组织成员 共70多人访台5天也将亲自走访花莲 这次来访也到花莲了解重建状况 并且协助宣传花莲观光 让我们既感动又感谢 这个月日本遭遇到7.1震灾 台湾人民也非常关心 希望灾民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台日这样彼此关怀 紧密互助的情谊 正是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 赖总统关切日本震灾 自民党青年局更以实际行动 关心花莲灾后重建协助振兴 当地观光 在在展现台越患难中见真情 最终是上台报道